大家好我是PanerBan 歡迎收看更久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6年第十二週 今個星期終於有些新遊戲看看 週中買了兩隻遊戲 在我Wish List上一段時間 但我的Wish List 遊戲數量增加速度似乎超過減低的速度 所以我的Wish List依然是越來越大 第一隻買了 叫做Unsummoning the Spectral Horde 留意了一段時間的Indie遊戲 也看過Steam Review 其實這遊戲應該不太好 不過支持一些獨立遊戲製作人 結果都買了 當然是因為減價 這遊戲基本上是Twin Stick Shooter 和Match 3的混合體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你控制魔法師 瞄準去射敵人 Twin Stick Shooter 射敵人之前 一定要踩上地下的 不同顏色的魔法格子 儲了魔法能力 才可以攻擊相同顏色的敵人 暫時我面對過紅藍綠子 四隻顏色的敵人 一邊玩下去 不知道會不會更多 而你也要踩到三格 相同顏色的格子 才有足夠的魔法能力 去射一個法術出來 去攻擊敵人 而如果你踩了兩格紅色 然後射散到另一隻顏色 那你之前的紅色都會消失了 所以你基本上要小心地走 連續地踩相同的顏色 起初沒什麼大問題 不過你玩下去 關卡越來越難 多了不同顏色的敵人 地上的格子的分寶力 都似乎越來越糟糕 有時當你被某個顏色的敵人追著 但你到處都沒有那隻顏色的格 可以讓你連續地踩 可能你就要踩一下其他顏色 清減其他顏色的沒有用 然後開一條路出來 讓你可以連續地踩到相同顏色的格子 又或者你可以嘗試一次過儲多些 連續踩三格以上更多 你越儲越厲害 那你射出來的法術 起碼暫時我看到爆炸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一次過清幾隻相同顏色的敵人 那就是這個遊戲的設計和概念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可惜的就是這個遊戲也只有一種很有趣的設計概念 因為玩下去其實你每一關或者面對每一種敵人 你基本上那個應對的方法都是很類似的 都是要去踩這些格子的 雖然敵人有時候會有不同的攻擊模式 有些是會近戰 有些會遠程 有些會移動的方法是不同的 但到最後你所做的事情都依然是踩格子和射敵人 而可能又因為連續玩了 起碼都有四五關 地圖都沒有什麼轉變 那個環境 依然是一模一樣 隨著關卡越來越長 你只是在地圖越來越大 你要一個一個區域這樣打 但其實每一個區域的外表 戰略、環境、地形都差不多 雖然一直玩下去 有時候地上有些不同的power up 吃了之後會短時間內 令你的攻擊效果有點不同 但始終可能你的法術的效果都不太精彩 看上來或玩下去就不太刺激 加上遊戲的操作上 由於你要一格一格踩一格 其實你用WASD來走 就不像普通遊戲一樣 很自由地走 你基本上按一下去走一格 移動方面是比較生硬 所以操作上來就不算很爽 再加上剛才的各樣 不是很多變 不是很刺激的畫面 環境 聲音 效果 就綜合為 一種不是很刺激的遊戲 所以雖然有一個不錯的概念 但結果只是做到這個階段 可能所謂欠Polish 如果再花點時間去刁鎖一下 再去... 各樣都加強一點 可能是另一個說法 在講我第二隻買了的新遊戲之前 就加插今個禮拜依然有玩的Clash Royale 上個禮拜講過我用LV6 和一些比較不是很高級的卡 升到去1700分 1700分 今個禮拜呢 其實就突破到1800分 之前呢 因為我想保持著 即是嘗試 這個LV可以去到多遠 就一直不肯把我的卡類升級 因為升級 我已經升到經驗值 再把我的牌升級的話 我就會升上LV7 甚至再在公會捐一下卡 我就會升上LV7 所以就停了沒有做 經過不斷嘗試改良這套牌之後 都算是達到一個階段 我滿意 所以結果就打到1800分以上 最高上到1870多 但有點運氣 因為上到1800之後 有一兩場是對手 團線也好 或者特意輸也好 任由我贏 所以那裡都拿了大概50個Trophy 上過1800分之後 心願意了 我之後也把其他牌升級 升上LV7 換一下打法 但成績就滑落到1600上下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玩到某一個階段 如果你想繼續提升 除了你卡的LV要有足夠之外 你也會傾向使用一些經驗證實 是效率高一點的牌 而這些效率高一點的牌 的組合 也是你會很常見到 對手使用的一些組合 而有時候面對這些 這麼有效率的組合 例如很常見的十字弓 放在自己那邊 射到對面人 或者放幾個不同的兵工廠 會不斷生兵出來 然後以數量壓倒敵人 這些打法其實不是說沒有辦法應對 但是你需要相對地有些比較特別 專門的方法去對付他們 所以就會局限了你 可能一定要帶某一些法術 帶某一些兵種 去對付這些組合 即是你想你贏面 但你一定要這樣做 這就是所謂要迎合 所以我又想試試其他不同的組合 玩一下其他不同的打法 所以就用了一些效率不太好 或者成功率不太高的配搭 所以其實我都很樂意 移動低一些 在下一個不是競爭那麼大的環境去玩 因為如果要比賽 這個遊戲一定沒有辦法 射到最高級上級 或者說你不給錢 一定不會追回到最高級的競爭力 因為理論上 你不給錢 到底可以慢慢把你的卡 但是相信 那天之前的製作團隊已經將封頂級數又再提升 那怎可以吸引大家繼續付錢,快點開啟,快點開啟,快點提升卡的等級 其實在玩了這麼多天的過程中,也有不少我認為是很精彩的比試 我亦都保留了一個Replay,但不知道大家如果沒玩這遊戲就這樣看會不會覺得有趣,會不會覺得很精彩 不知道會不會像玩TF2那樣剪掉一些精華,一些我認為玩得好的Replay 或者我可以試一次,然後大家給一些意見,再看看會不會繼續有心,繼續玩這遊戲 好,今個星期最要講的是另一隻新買的遊戲,就叫Downwell 簡單來說就是落井,又不是落井下石,要不斷地向地心深處進發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的,遊戲好像沒有解釋過的 也好像沒有故事的,整隻遊戲就很簡單,畫面也很簡單,基本上只有一兩隻顏色 就是你那一隊可以射子彈的鞋,而且只可以向下射 雖然你之後收到一些升級,有時可以向上射小量子彈 不過就不是我的重點了 這個遊戲的玩法,正如剛才所講,不斷向下跌 途中會有些敵人的,你可以選擇開槍,在鞋底射子彈射死他 或者其實很多敵人都可以踩到頭頂,就踩死他 那你可能會問,既然有開槍射死他,為什麼不射死他 問題就是你那隻開槍的鞋子,那個子彈的數量有限 當你用了之後,你要花一點時間才會再充電 如果在一個高速下距的情況下,你還未看清楚下面有什麼 有時候有些你一定要射的敵人,當你面對的時候 你發現自己沒有子彈撞過去,你會受傷 還有當你射子彈的時候,你的速度會有少少減慢 而你一直下距的期間,其實敵人都幾多,你一定殺不完 或者你跌這邊,另一邊有敵人,你一定殺不到 如果你減慢了速度,有時候上面一些追擊你的敵人會死前爛打 所以你有一個好處,如果你不斷高速下跌,就可以避過更多的敵人 所以你應該開槍,應該踩敵人 看不看得準哪隻敵人,你可以踩哪隻敵人 一定要開槍,就是這遊戲的難度所在 其實這遊戲都幾難玩的,因為我玩到過頭兩排之後 一來不是很熟悉敵人的特性,二來可能不夠眼鳴手快 你的血量也不太多,補血的機會也不太多 所以都很容易死下 而一死了,你又要由頭來過,好像Splunky 不過幸好你一死完,由頭來過,其實在一個很快的階段 打敗敵人,開槍,音效,或者畫面的效果 其實你玩得很不錯,很震撼,很爽 而且當你不斷高速跌下去,不斷連續踩很多隻敵人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很神勇 所以說,雖然都是很簡單的遊戲 但可不可以在你無時無刻對付敵人 以一個很簡單的手法,但又給你那種成功感 滿足感,其實都很講究一下遊戲設計的技巧 另外這遊戲當你死了之後,你之前得到的分數 會變成經驗值,然後就 會開槍更多不同的角色,可以使用這些角色很搞笑 平時這個正正常事人,然後我開槍了一個 就是手會踏踏踏踏踏的,一個就會不斷打關斗的 其實呢,這些不同的角色,玩法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可能有些會血量多些 但是也會有一些不好的弱點去平衡 我都只是開槍了兩個,我都不知道會有什麼事 但起碼都會有一個持續的進度 我會在這裡令你覺得,就算我這次死了也不是白費 我都賺了一些經驗值,繼續在開槍 而且玩下去,你會開槍到不同的顏色,可以改變你的畫面 如果你覺得這個紅黑白好像太刺眼,你可以改變其他顏色 不過我覺得紅黑白其實可能先進為主 也是最容易看的,我試過其他顏色 有時候也比較不容易看清楚敵人的位置 即是不即時就看到他們 而且值得一讚它這麼簡單的畫面 但它用紅色和白色去分別開哪些東西是安全 哪些東西是危險 基本上你碰到一些敵人紅色的位置就會受傷 而碰到一些白色的位置就可以踩死它 或者打傷它 很簡單的一個設計 但就已經交代到那件事,令人很容易看就不明白 所以這遊戲的評價都不錯 價錢也不貴 我想我買減價好像是十億港幣左右 輕鬆隨時開出來玩一下 我覺得都值得玩的 好,今個禮拜玩的好像都是小遊戲多 不過正常因為其他拍片的時候都會玩大遊戲 所以拍片之餘,其他時間都會玩小遊戲來調整一下 好,今個禮拜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是Pandabon的好貓,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拜拜 就算成競馬 好,在這裡 有nah見 插い 拼圈